那是否有机会港股 真的会转小 是否会好一些 还有现在外围 夜期都二万五 其实也只差一点 那我们下一站是多少呢 当然了 我想本身今年整年对港股的看法 都不是特别悲观的 始终说真是经历了去年这么差的走势以后 跑输了环球股市之后 今年稍微有反弹的上升 其实本身都有这样的预期 一般都是这样的 只不过如果预期这些情况出现 可能真的要等到第二季的时间 即使很多东西再清晰多一些 譬如可能是储局那边加息 看看第一次发现之后是如何 可能连带来看内房的问题 是否去到那些时间 再明朗化一些等等的因素 应该到时才会再多一些 更明朗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一阵 当然都是在走着反弹 但真的反弹 未必是这么快的确认 这一刻升到这么多 等于整年都可以升 我想也要看过六六年之后 究竟整个市场是如何判断 因为始终这一刻 虽然过去这几星期都在说港股 是有机会继续走着反弹 而的确这一刻的反弹力度 比自己预期更强 因为当时只是看着100天线左右 24.56年都要在附近 但如你所说昨天也一举升穿了 当然只是底下升穿 就未完全很稳定 但昨天升得起码是成交配合 就是1700亿流上 并且是大型触上 低位差不多是开过下 高位差不多是收过下 其实整支触是没什么 就是那些针在上面或下面 所以整个动力是挺强的 还有其实就算没有昨天这一棍之前 过去几天虽然是有一些整股调整 但其实你见到调渠的幅度也算少 加起来都是卖单调了四五百点左右 但调渠的成交反而肯定是很熟 所以整个格局暂时是可以的 所以短线我觉得在农历生年前 应该也有机会延续反弹的行程 而刚才提到整个走势 这一刻又是升穿100天线 我觉得就一级不级望 如果之前自己望100天线是阻力 那现在升穿美反观是变回一个支持 我觉得如果短线来说 能够继续站在24600 100天线流上去走的话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过年前 因为还有大概一个星期多一点 可以进水少少看25800到这些位置 因为如果再望上去 为什么看25800呢 一来其实去年11月 有个高位都是25800就掉头了 而如果再往前走一点 就是10月份 其实那一阵也是反弹过之后 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倒影顶的格局 而那个倒影顶的两个列口位 低位都是25800 所以我想暂时如果真的望上去 可能望25800这些位置 会是一个短期性的目标 会好一点 好有趣是因为 我在上方这些阶子都没有 可能 стать没什么 今天我就会给我 大家永远 记和你 这么多 都不得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